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寡人要大赦盛宴 为二位贤臣 为全军将士庆功三日 大王 现在还不是庆功的时候 庞娟不会善罢甘休的 魏国的军队还会回来 现在我们的当务之急 就是趁魏秦大战之际 修整军队 木马立兵 准备与庞娟进行一场恶战 打败庞娟后再庆功 也不迟 好 就按孙军师之意 韩王这个王八蛋 骗到我的头上来了 庞聪 你再到韩国 告诉韩王 他若再不出兵 我即刻与秦国言归于好 合理攻打韩国 到那个时候 列国中将不再有韩国了 叔父息怒 秦国已经把韩国的边城还给了韩王 即使我们再到韩国 韩王也不会出兵 还是不比他们为好 以免别急了 他们反过来帮助秦国 等我们打败了秦国 再收拾韩国 也不为迟 你下去吧 叔父 如今大敌当前 几十万将士 可全靠你了 你下去吧 让我再静一静 是 你就是说一百遍 我也不相信 公子教师一定是被你杀了 太后没有 孙并 田记 还有他们手下的将军都可以作证 教师还活着 他们的话老夫更不相信 太后相信何人 老夫谁也不相信 老夫只相信我自己 你把公子教师请回来 让老夫见一面 老夫就相信了 教师他不肯回来 你派兵抓他 他当然不回来 如果你以礼仪相迎 以兄弟之情相待 他一定会回来 太后 教师与国家为敌 怎么能够以礼仪相迎呢 再说他要的是王位 不答应给他王位 他绝不会回来的 他不回来就是死了 你还老夫的教师儿 太后 教师他还活着 他在卫国 那你就想办法把他请回来 他请不回来就是死了 他死了 老夫也不想活了 好 公子神剑 公子好剑法 就是 包天的人摄虎为生 胆小如鼠的人才摄草为去 你是何人 胆大包天的人 那你知道我是何人 齐国的公子教师 那你知道我摄的是谁 那不是人 是草 荒野之人不懂不为怪 我所摄的是齐王碧江 齐王碧江在齐国 那是一堆草 你是不是有意找事 不是 我是来帮你找胆 趁我现在的心情不算坏 你赶快走 否则 一旦心情坏起来 你想走也走不了了 我既然是胆大包天的人 就不会害怕你的恐吓 给他一支剑 不用 你可别后悔 我从来不知道什么是后悔 你为什么不闪开 我何必要闪开 胆大包天的人不怕死 你以为我不敢杀你 你敢杀 但我不怕 别怪我妄杀无辜 是你逼我杀你的 好剑法 多近半寸 我命休矣 少近半寸 不见鲜血 的确是好剑法 是条汉子 壮士 愿意跟从我吗 跟从你干什么 涉草围剧 我说的是正事 你的正事应该是夺取王位 今日涉草席剑 就是为了来人夺取王位 公子一支公 能打败孙病的十万大军吗 我有庞娟的支持 他有三十万大军 他有三十万大军 庞娟正与秦国人交战 能否回来还很难说 再者 他即便回来 以疲惫之失 也难以战胜孙病 照你这么说 我是没希望了 不 有一个人可以帮助你夺取王位 何人 曹阳 曹阳是谁 正是我 你 你能打败孙病 我虽然不能打败孙病 但我可以杀齐王 齐王一死 公子便可继承王位 庄师说得对 杀了碧疆 能继承王位的 只有我一个人 可望供高强深院 卫士防守严密 你如何能杀得了碧疆呢 约高强深院如履平地 杀宫中卫士如宰羔羊 庄师 你的志气可敬 可你的话未免太大了吧 公子 公子 不信请看 好神法 你再看 拔出你们的剑 你们一块上 让他知道你们的厉害 上 是 好 太好了 得一壮士 胜死十万大军 壮士 请受我一拜 我们该走了 好 你们这群笨蛋 还躺着干什么 赶快起来 跟我回去 他们再也起不来了 你竟敢杀我的卫士 刺杀齐王不应该让第三个人知道 若透露风声 就难以得手了 是 你 曹壮士 说吧 你有什么条件 公子继位之后 将我刺杀齐王之势 刻在林兹东西南北四座城门之上 要让天下人都知道 公子因为有了我曹阳 才得以继承王位的 还有吗 没有了 难道你就为了阳明 公子可听说过专注要离的名字吗 耳时我就听说过 专注于父藏剑赐吴王辽 要离断壁赐庆祭 他们都是流明百世的英雄 他们为了什么 不也是一个名吗 高官后路美女 诚意都是粪土 唯有一个震惊天下的名字 才能永垂不朽 曹专事 事成之后 我一定为你扬名 让你的名气超过专注和要离 公子告辞了 你去何处 去杀齐王 你等等 你如果遇到了什么难处 就拿着这块玉佩 去找太后 太后会帮助你的 我不需要别人的帮助 好 你可以不需要别人的帮助 但是 请你把这块玉佩交给太后 让她知道我还活着 叫她不要挂念我 带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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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大王的住处 这是太后的住处 还有工位们的住处 我都画下来了 不会有变化吧 不会有变化 前几天我还进攻 修善国大王的住处呢 没什么变化 谢谢你了 庄师 你答应给我的钱 我会如数给你的家人的 太后三番五次以死相要挟 非要请回公子交失不可 王后 你说该怎么办 大王 臣妾就是不明白 太后并非大王深深之母 大王为何如此敬畏太后 寡人是太后带大的 太后就如同寡人的亲生母亲一样 臣妾认为不一样 臣妾觉得 太后对公子交失 比对大王胜过百倍 如果公子交失说杀大王 太后恐怕不会说一个不字 不管太后如何对待寡人 寡人要对得起太后的养育之恩 否则宗庙里的先王会指责寡人忘恩负义 世人也会议论寡人不孝的 没想到齐王竟是个愚蠢的孝子 大胆狂徒 竟敢擅自传入寡人的寝宫 宫卫 宫卫 不要喊了 他们来不了了 你是何人 想干什么 我家曹阳 受公子交失之坨 来向大王要捡东西 要什么东西 大王的命 你敢 我当然敢 否则我就不来了 我动手还是大王亲自动手 你可知道刺杀君王 获尽你全家 养尽你满足 我的家不在齐国 好 你说你想要什么 寡人都可以给你 我什么也不要 就要你的命 还是你自己动手吧 也好让我瞧瞧齐国君王的胆气 这儿没有女人的事 如果想死 等齐王死了 你再陪葬吧 我要是不想死 那就走开 皇后 你不能走开 你要保护寡人 大王放心 我不会走的 真没想到 皇后以女流之杯 却也如此胆气 你没有想到的事情多着呢 我要是告诉你 这把剑杯应该被我捡得到 你会赶快吃剑吗 一个女人拿的剑又有什么用 拿不好的话 还会弄伤了自己 倒是要小心一点 你会借水 怎么 后悔吧 不后悔 我们想看看一个女人玩剑是什么样子 来吧 王后 你身上还有其他兵器吗 当然有 拿出来吧 对付女人 我不需要兵器 太狂妄是要吃亏的 我不是狂妄 与一个女人交手 本来就脸上无光 如果再用兵器 岂不是无脸剑人吗 你死到临头了 还要什么臭男人的脸面 我今天就让你 变上无光 你不是说对付女人不用兵器吗 在这儿 很雨 太好了 我还一场少没有这么过瘾吗 我也是 来 大王 大王 抓此刻 抓此刻 大王 来人 不要跑了 刺客 刺客身上有伤 他到那边 快跟我来 快点 快跟上 仔细搜查 你往那边走 快过去 你往那边 别让他跑了 翠玉 外面出了什么事啊 好像是在抓刺客 刺客 刺客 刺客杀了何人 不清楚 出去看看 是 出什么事了 太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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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浑身是血的人 你就是太后 不错 你是何人 你认识这一帮 老夫眼睛看不清楚 去 这是我儿交尸的一配 怎么落到你的手里了 公子交尸让我送给太后的 我儿交尸 现在何处 大嘴 为国 太后他死了 住嘴 去 把国太医请来 是 是 等等 这个人的事 对谁也不准说 对国太医怎么说 就说老夫不小心碰伤了自己的脚骨 去吧 明白了 好 王后 公院内已经搜遍了 没有刺客 他可能已经逃出了王公大院 刺客被我刺伤了腹部 他根本逃不出王公 再过仔细地搜查一遍 是 要紧吗 没事的 十天半月就能痊愈 拿来 这是赏给你的 拿着吧 谢太后 回去后 对谁也不能说 说出去 要你的命 小人明白 每天三次按时医他的伤 是 你去吧 王后 我们又仔仔细细搜查一遍 还是没有发现刺客 他不可能跑出王公大院 不管可能不可能 都应该立刻全程搜查 这个刺客非常危险 他一旦伤好 还会来刺杀大王 你告诉工尉 守住各公民眼墙 没有我的命令 谁都不准出入王公 是 江四人 在 你告诉田将军 让他调军队在城内搜查刺客 是 走 走 走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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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点水来 是 有几句话 老夫想问你 何事 你 为什么要刺杀齐王 少了齐王 公子交使就可以继承王位 你 你有什么好处 公子交使 答应帮我名扬天下 公子交使真的还活着 不但活着 还活得挺好 他正在广招天下制使 是 以图再起 这玉佩 是她让你给我的 是的 她说 我只要把玉佩交给太后 太后就帮我 你应该早来找我 我不需要别人的帮助 凭我的本事 杀死齐王 如同捏死一只蚂蚁 可没想到 王后竟有如此之高的剑术 你如果早来找我 就不会想不到了 不过 我还是刺中了齐王 只是不知道是否我致命 齐王没有死 这是天意 孩子 你就在老夫这里 先安心好好养伤吧 伤养好以后 老夫为你祈求上天保佑你们平安 愿上天 顺从我儿教师之意 王后 全城各处都搜查遍了 没有刺客 王后 刺客身负重伤不会跑远 估计她大概是躲在宫内 我也是这么想 可是昨天晚上搜查了两遍都没有查到 王宫内全都查过了吗 都找过了 只有太后寝宫没有搜查 太后说没有大王的命令不能搜查 大王怎么样 太医说没有伤及命令 可至今仍然昏迷不醒 王后 撤回宫位 外送内紧 暗中监视太后行宫 好吧 太后 宫位们已经撤了 知道他们为什么撤吗 有的说军队已经抓到了刺客 也有的说没抓到 刺客已经出了城 反正他们不怀疑刺客躲在宫内了 即使他们怀疑 也不敢到老傅这里来 庄师 庄师 你就放心地住在这里吧 去 外面有什么动静 即使告诉我 是 是 你不必担心 在这里安心养伤吧 孙先生 国太医是专制外伤的太医 他频频去太后的宫中很可能是为刺客制伤 你们说怎么办 立刻把国太医抓起来 这样会惊动太后 大王还在昏迷之中 太后出面干预不好收拾 就是要惊动太后 他若出面干预就证明刺客藏在他宫中 这叫打草惊蛇 太后 国太医被王后抓起来了 为什么抓他 不清楚 走 叫上宫内四人 去见王后 是 你知道为什么要抓你来吗 小人不知 听说你给刺客治过病 没有没有 小人从未见过刺客 那么 你去太后那里干什么 太后碰伤了脚 我去给太后医脚的 伤得重吗 不重 不重为何一天去三次呢 太后的伤虽然不重 可太后年事已高 伤不容易好 所以气得勤了一点 你可要说实话 你若不说实话 功法成虫 小人句句实话 如果不是小人甘愿领罪 王后 来 拉出去 乱胀疾病 王后 太后可为小人作证 小人说的是实话 你说的是实话 我也不会处置你了 拉出去 王后饶命 小人说实话 小人说实话 嫁回来 说吧 到底怎么回事 老傅告诉你是怎么回事 太后光临有失远迎 太后请坐 郭太医 王后并非外人 你应该如实回答她的问话 你不就是看上了老傅的宫女 崔玉吗 老傅既然答应给你说情 就一定说到做到 你就照实告诉王后吧 是太后 王后 小人看上太后宫中的宫女崔玉 所以 常以各种借口 前往太后的宫中 与崔玉相会 请王后恕罪 你与宫女私自来往 违反宫规 不可饶恕 拉出去 打 是 太后 这可是祖先的规定 不管谁说情 我也不能违背祖先的规定 老傅并不想让你违背祖先的规定 老傅只是想告诉你 崔玉是老傅身边的宫女 国太医与老傅的宫女来往 应该由老傅来惩罚她 而不是你 王后 太后 你可不能姑息养奸 我不会坐视不管 王后放心 老傅绝不会姑息养奸 来人 在 把国太医带回老傅宫中 是 你知罪吗 太后 小人对王后 什么也没说 如果老傅晚去片刻 你什么都会说出来 太后 王后要杀小人 小人那是拖延之计 什么拖延之计 你是怕死 是 小人怕死 小人一家老少 全靠小人养活 小人不能死 王后能杀你 老傅就不能杀你了吗 拖到后院乱杖击毙 是 太后 小人再也不怕死了 太后饶命 太后饶命啊 太后杀人灭口 由此可以断定刺客就在太后进宫 天将军 立即派人包围太后进宫 捉拿刺客 中立姑娘 你别急 大王还在昏迷不醒 你最好别与太后正面冲 这个刺客剑术高明 若让他逃走 他还会刺杀大王 下一次就不一定会失手 中立姑娘 我们可以让刺客走出太后寝宫 快 你们几个去那边 是 你们几个到那边去 是 一定要仔细搜查 不能放走了刺客 是 你们要干什么 太后 方才有一个行迹可疑的人 堕入太后宫中 王后命小人前来搜查 王后没有权利搜查老父的寝宫 王后为太后着想 如果那个行迹可疑的人加害太后 王后对大王无法交代 老父宫中 没有行迹可疑的人 小人亲眼看见他进来了 如果没有 小人甘愿受太后处罚 你一定是看花了眼 没有 小人亲眼所见 看得真真切切 好大的胆 你竟敢顶撞太后 小人不敢 不敢 不敢就给我滚出去 可是王后有命 小人不敢 好 你 你不走 老父就死在你的面前 太后 太后 别拉着我 别拉着老父 他们不走老父就死 太后 太后 您老千万别死 您老若死 不但我们 就是王后也无法向大王交代 好好好 我们走 我们走 好了 不走 是 太后 小人说实话 小人并不想搜查 是王后非要小人搜查不可 王后怀疑刺杀大王的刺客 就躲在太后的寝宫中 他胡说 小人知道 可王后的脾气太后也知道 他认准的路非走到头不可 今天下午他把田将军叫到宫中 说小人要是抓不到刺客 明天他就让田将军带着军队包围太后请宫 非抓到刺客不可 他敢让军队进宫 老父就死给他看 太后 您老这话别当着王后的面说 王后不信邪 他真让你死 你可真下不来台 你认为我真不敢死吗 敢死 太后什么都敢 不过 王后也是什么都敢做的人 太后 小人该说的都说了 告辞了 够长人士 太后 宫中我是不能呆了 若明天军队进宫 我想走也走不了了 壮士你的伤怎么样了 可以走路了 那好 明天一早 我派人用车送你出城 不 不用了 我现在去走 那你的伤能行吗 月墙不行 爬墙还可以 不行 出了宫也出不了城 他们现在还在抓你 只要有绳索 只要有绳索 城墙也挡不住我 好吧 去给曹壮士找条绳子 然后带他 从后院出宫 是 给我找两条 一条出宫 一条出城 是 是 曹壮士 我们已经等你多时了 没有用 你冲不出去 放下你的剑 还能给你挑活路 我竟然敢刺杀齐王 就没打算活 太可惜了 曹阳怎么就没能杀了碧江 我可以帮公子找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曹阳 公子 齐王已经救了防范 第二次就很难得手了 即便不能得手 也要叫齐王惶惶不可终日 我一定要杀了碧江 大王 不能让公子教师逍遥法外 我们应该趁旁权大军未归之时 派兵攻打魏国的边城垂都 除掉公子教师 不行 太后那里我无法交代 大王 不除掉公子教师 齐国就难以安定 一个不安定的国家家不能抵御外地 更无法称霸诸侯 孙军师 但是 你的这些道理 寡人都懂 寡人都懂 再说 太后对寡人有养育之恩 寡人不想因此让她指责寡人不孝 我们可以不杀她 社稷将她生情活捉 太后就无话可说了 公子教师的脾气寡人最清楚 她宁可自杀 也不会让你们生情活捉的 那大王的意思就是对公子教师听之认之喽 王后 寡人不是这个意思 但是有一条 公子教师不能死 我有一个办法可以活捉公子教师 什么办法 快快说出来 调虎离山 打草惊蛇是三十六集中的第十三集 其意有二 一是指敌情不明时 以不同手段打草 以惊蛇动 然后消灭之 二是指对隐蔽之敌不可轻举妄动 以免打草惊蛇 让敌人发觉我方意图 使我方处于被动之位 孙斌用打草惊蛇之计 查出刺客所在 然后经其出动 最终消灭之 欲知后事如何 请看下集 调虎离山 折剑